依持证鉴,倡导实修 制空禅师开示 有关效仿大德,六祖的问题 有人问,师父,有人说,现在的某个大德,他是这样的 六祖也是这样的 他就问为什么六祖能而他不能这样做呢 制空禅师开示 在究竟意义上说 你可以说你和六祖的本性是一样的 从世俗地的修行角度来说 却没有几个人能赶上六祖的 天下的一切 在世俗地 都会视线为差别相 六祖也视线为与我们不同的差别相 我们就要以差别相来处理问题 个人有个人的事 各负各自的缘分 所以 基本没有可比性 在佛门中也是这样 有很多人自认为自己像六祖 六祖做六祖的事 你做你自己的事 你非要把六祖的行仪拿到你自己身上 你又没有六祖那个真实证物见底 姻缘 方便等等 说话做事一定会出错 当然 大家就会嘲笑你 其实 当你真有六祖的成就时 你也不需要拉六祖来与自己比较了 做自己就好 其实 释迦牟你以前在印度也是个人 大家本质上也是平等的 你为什么不和他比一比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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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不对 对不对